嗨 大家下午好 再来一次 下午好 其实我很好奇 在场的朋友们 你们在跟鸭子做了多少年 如果你是五年 两年以内举手 两年以内举手 举高一点 OK OK 五年 五年以内举手 或五年 五年举手 OK 十年 哇 再举高一点 在鸭子做了十年的朋友举手 Interesting 十五年 十五年的站起来 十五年的站起来 来来来 别害羞 十五年的站起来 哇 好热烈啊 还摇着牌啊 可是你看上去很年轻啊 三十八岁了 三十八岁了 哇 年龄都暴露了 二十年的朋友 还有二 二十年站起来 哇 我觉得我们要 美美美的雅兹的产品可以卖得更有效 然后如何跟你们的客户 嗯 现在都说就不要硬销嘛 要软销 那么软销呢 有礼仪有很多方面的细节 让你跟你的客户达到更好的关系 去好好地推雅兹的产品 那么只要我说到礼仪这个字 你们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什么呢 直接喊吧 我说礼仪 你第一件事情或第一个字想到是什么 形象 哇 形象 形象 OK OK 还有呢 礼仪 你会想到什么 礼貌 姿态 社交 是吧 OK OK 我前两天我问了 上了一课我说你们觉得礼仪什么意思 有个男生站起来说 何老师 我会想起车膜 因为其实礼仪呢 就很多人会觉得 哦 你看 萨尔她就是在跟大家讲 欧式的贵族礼仪 或者什么皇家礼仪 其实完全不是 我们讲的礼仪呢是国际标准的礼仪 而且呢我自己认为 礼仪不是说要非常严格 严格或者就很硬地去做 礼仪呢是让别人跟你在一起觉得很舒服 这个才是礼仪的核心精神 国外有一些研究 他们说 别人对你判断的一个低印象 基本上两分钟 他第一次见你两分钟以内 他会给你判断一个低印象 而且呢如果他在这个低印象已经觉得 OK 我喜欢这个人 还是我不喜欢这个人 或者我这个人很烦 或者这样 如果你想改变他对你的这个低印象 需要超过20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低印象非常重要 那么低印象包含哪些东西呢 其实 当然外表 你的表现 还有你的内容 你的外表呢 其实是55% 这个就是你穿什么 你画的装 你的这种举止仪态 待会我也会有个小的举止仪态的环节 然后38%就是你讲的内容 嗨 你好 我是Sara 怎么怎么怎么样 然后38%是你的自我表现 这个就是举止仪态 你怎么走路啊 你怎么跟他握手啊等等 然后只有7%才是你讲话的内容 OK 所以 第一印象 OK 第一印象 他是谁 你们认得出他吗 Michelle Obama Yeah 奥巴马夫人 没错 Michelle 哇 你们的英语都很好 So 这四个照片 是Michelle Obama 在她一生的这个过程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从左往右走 最左手边 是她的先生 OK 奥巴马 刚刚开始做Congressman 就是她刚刚开始做政府官员的时候 你们觉得她穿得怎么样 好看吗 哇 不好看 为什么不好看 举手 有没有人想跟大家解答 为什么不好 十三号桌 喊 大声一点 我觉得她的看着像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不好吗 有的老太太很时髦 不是 就是这个颜色 她的颜色 这个搭配 OK 颜色的搭配 二十一号桌 OK 它有几个颜色呢 Right 哇 有人说八个 OK Interesting 颜色太多了 颜色太多了 还有花纹也太花了 就很多不同的花纹 还有呢 那边是17号桌对吧 大声一点 Yeah 没有体现出她的身材 Right 她穿了一个非常 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 哦 那个春节可能吃了多一点啊 或者我有点小嘟嘟啊 那么我就不穿一个包身的衣服了 我就穿一个更松宽的衣服 像睡衣一样 可是其实这个是对大家对着装的一个误会 这个只会让你显得更胖 更没有性 OK 还有从色彩方面 OK 二十三号桌 Yeah 哦 发型 OK 它这里有什么发型 大声一点 发型感觉有点光秃秃的 就真的像老太太的感觉 没有实际上 是吗 是吗 我们太严了对她 I mean you know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I don't know maybe 马尾啊还是什么 其实 I mean 当然就是 非洲人的他们做发型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他们的头发是很多卷 而且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心理学的书 非洲人最不喜欢 外国女生做的是这个动作 对 So OK So you know 而且呢 中间这个颜色很 很黑 他的人已经很黑 所以他又穿那么黑的东西 就显得 you know 整个感觉 yeah 没错 So you know 第一个照片 是他的老公已经 在政府已经被升级了 做Senator So 他的着装 这里 比第一张图片好 还是 是更好还是更差 好一些 yeah 好在哪方面呢 色彩 right 亮 right 他没有超过三个颜色 对吧 三种不同的黄 三种不同的土黄 还有呢 职业 表情 他在笑 做名人真的很不容易 我告诉你 还有呢 但是 还有哪些问题 还有哪些点他还没有装好 发型 又来个发型 袖子 yeah 所以袖子 再大声一点 正张的款 袖子有点折纹是吧 对 OK 还有呢 是后面 蛤 就是他同色系的吗 不都一身 没有色彩突出 你在夸他还是批评他 我在 我也不知道 OK 身材没有突出 主要是 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 不是色彩 内搭太长 什么太长 内搭 内搭太长 你怎么知道他那一串什么 我们有个男士 上下彩 是吗 其实我说点更简单 我觉得他那一串 他那一串 到一个位置 膝盖的肩膝 肩膝的肩膝 肩膝的肩膝 所以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短裙 他个子不高 他肩膝在肩膝上 你怎么知道他个子不高 人家很高好吗 很高 肩膝没有肩膝 没错 没有腰 为什么没有腰 那个内脚 那个内脚 两个点 两个点 一个是他的颜色 颜色太多 太凌乱 颜色太多 太凌乱 配饰 多了 配饰多了 OK 我肩膝 没有肩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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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腰 因为上衣太松 Right 所以其实反而 如果他里边 有一个更紧身一点点的上衣 呀 就会更好 第三张图好看吗 左上衣 第四张图好看吗 Right 所以 夫人的感觉 一走出来 就是大气 OK 所以其实 当然就是我们说气质啊优雅啊等等有一部分是内涵 Right And then有一部分是外表 Right So你自己如何着装 你自己如何打扮 你有没有化妆 其实这个也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状态 You know 我自己发现我化了个妆 我会觉得 就心里觉得自己比没有化妆更漂亮 Right 然后就更有自信 Right So So 从茁壮的角度啊等等这个都很重要 为什么第三张图和第四张图好看一点 有腰线 Very good 有腰线 Yeah 它是怎么 你觉得它的腰真的是细了吗 不是 视觉上 视觉上 非常好 那是怎么让 视觉上怎么让它的腰小一点 就设计一个假的腰出来 OK So 第三张图呢 它的这个裙子已经有一个腰 然后第四张图其实也有一个腰带 So我今天也穿了一个腰带 专门为了讲这节课 OK Oops 颜值力 OK So You know 如果你卖化妆品 你自己第一得皮肤好 第二得会化妆 So 我知道今天有很专业的人 也跟你们讲了 就上午和下午也讲了这些东西 我刚刚也听了一小部分 我自己也学了很多 OK So But you know 就从理这些角度呢 我自己经常说的是 不要等到出了问题才去解决 就不要等到长了痘痘 才抹牙膏 这个是我自己的小秘密 我每次长痘痘我会抹牙膏 第二天就干了 也不要等到你蛀牙了 才去洗牙 才去看牙医 这些东西都是你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你应该天天去做 那这就养成一个习惯 我是曾经上了哈佛尚学院的两年的MBA 然后呢 我们那边有一个教授 他就说 如果你想培养出一个习惯 你就要花60天 如果你本来没有健身 那你就得连续60天 要么就连续一周三四啊 或者每天啊等等的 然后只要过了60天之后 只要你不做这件事情 你才会觉得不习惯 所以接下来的一些 我们会讲一些简单的 基础的一些礼仪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能够融入到 你们天天的生活 首先 口腔管理 我告诉你 我每一次买东西 或者开会 或者怎么样 只要我旁边的人口臭 我就会觉得 我就不想买这个东西 因为我不想继续跟这个人去交流 因为他很口臭 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个口臭的人 在场的有谁会用牙线 Good 我也是 OK 请问牙线你们是刷牙之前还是刷牙之后用的 如果你是刷牙之前 如果你是先用牙线再刷牙举手 一半一半 剩下的都不敢 其实应该是先用牙线再刷牙 因为你用牙线的时候呢 就你的两个牙齿中间 我普通话是后来学的 所以大家原谅一下我的普通话 你要用牙线把你每个牙齿中间的那些东西拿出来 然后就会脏嘛 然后之后你才应该用你的牙刷来刷 所以选一个什么样的牙刷好呢 最好要选一个就是那个毛比较细的牙刷 软的 特软的 特细的 因为你刷牙的时候不只是刷你的牙 你应该是45度刷你的牙肉 就是你的牙肉接触你的牙齿那条线 上面这里 然后呢你就应该是45度刷进去 我知道安利 安伟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口腔管理的产品也可以推荐给大家用一下 在座的有几位是妈妈 如果你是妈妈举手 OK 很多都是妈妈 所以你们今天晚上回去也可以 也可以分享给你们的孩子 因为这个也是很 就是天天必须做到的东西 洗牙呢就应该是 严格来说应该是六个月一次 我自己四个月去一次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 就是我宁可是多洗几次牙 好过 重要 然后有美白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 然后如果你希望你的口气好的话 多喝水 少喝带糖分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可乐啊等等 因为那些糖呢 就会在你的舌头上 就会变成plug 所以多喝水 所以多喝水 而且呢跟你们说一个秘密 我每一次刷牙之后 我就是用水来冲之前呢 我会刷两次什么 舌头 舌头 Very good 我会刷两下我的舌头 然后我再会冲 所以你们可以今天晚上回去试一试 然后明天可以告诉我 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 头发的护理 护发素啊我估计大家都用吧 记得护发素不要放在头根 要不然会掉头发 应该是从这里下面 这里以下才用 如果你的头发油 就是当然你洗头的这个频率 要看你自己头发的这个质量是什么 如果偏油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头发偏油 如果他们隔一天洗呢 就显得很牛 But 最终呢 你要显得很干净 很有卫生 人家 因为你们卖的是美妆 如果你是 其实只要你是做任何乡术的东西 你的形象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别如果你们是准备办活动啊 一些销售活动啊 或者请朋友来啊 举办下午茶 通常如果有活动 我通常吃钱我会去比如说做个运动 然后再洗个头 冲个凉 然后整个人出来就会很新鲜的感觉 新鲜的感觉 眉毛 我看到大家都有非常美的眉毛 眉毛呢 我觉得以前有很多就是阿姨们啊姐姐们 有时候你看到他们的眉毛呢 就是这种 就像一个半圆形 一样 就完全是这样 其实 这个不太对 当然现在我们 也没有那么多人会找那样的心了 But You know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眉毛ABCD C 应该就是最高的那个部位 其实你的眉毛 像你的眼睛的一个 像框 像你的脸的一个框一样 只要 你修了你的眉毛 Right 然后这个可以完全改变你的脸 就是可以好像你显得更精神啊 更年轻啊 等等 So 我 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修眉啊 或者做半永久等等 可是我自己建议呢 就如果你能画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我知道牙子也有很好的一些眉笔 OK 我觉得比如说 如果你们是推一些眉笔产品等等给你们的客户 你也可以 就通过这种场景化的 比如说 教他们怎么画张 OK 或者 你亲爱的你是不是近期没什么修你的眉毛 或者 我给你试试这个眉笔吧 我画画给你看 Right 然后如果你是从这种 比如说在帮他们提升 在给他们做分享的角度 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推一些你们的雅字的产品 我看到在座有好几位朋友 穿了露你们的脚趾的鞋 可是没有做一个好好的美脚 只要你穿露脚的鞋 只要你穿露脚的鞋 最好就是 我今天 呀 指甲油 OK 我通常呢 就是手呢 我不一定 我很多年都没有去做 去游手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比如说崩了一小块啊 要补啊 就很烦 然后如果长出来也很明显 可是脚 永远 不管冬天夏天 不管我穿什么鞋都好 我永远是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美脚 Right 基本上因为没两周 现在很多朋友都做胶 因为胶就没有那么容易去掉 OK 当然有脚的一些护理 比如说 就你的脚跟 你的脚跟 你的手肘啊 这些地方 一定要多去护理 因为这里是很容易干 特别 好像很多朋友也是住北京的 我也是住北京的 So 我是每天睡觉之前 我肯定会 手肘 然后脚跟 我多放一些 特别夏天的时候 因为夏天呢 我们就会穿一些凉鞋啊等等 就很容易干 OK 所以这个是脚部 手部 他们通常都说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女生的年龄 你应该看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左手和右手 oh very good 脖子和手 very good yeah so脖子 right 就你们有各种各样的脖子霜 and then 手霜 right so 我自己也是用很厚很厚的一些 手霜 基本上每一次你洗了手之后 你就应该用手霜 ok 只要你洗了手之后 马上用手霜 ok so 我觉得皮肤的东西 大家都一定是专家吧 我这里就放了中阴 so yeah 洗面奶啊 爽浮水啊等等 ok 我估计大家都有他们 你们自己日常的一些 我12岁就开始做所有这些东西 so 我妈妈让我很早期就开始 因为很多习惯其实是从小培养的 那么所以如果你们有一些客户的孩子 特别如果你们有一些客户有女儿 其实这些就是很好的潜在客户 你们办互动的时候呢 你们就叫你们的客户 带他们的女儿来 说啊你可以带你的女儿来呀 对呀多让她吃这些场面嘛 对吧 女儿一定要美呀 要从小学美呀 对吧 然后你邀请了一个妈妈的女儿过来 你就跟别的妈妈的女儿说 哎呀那个王女士的女儿也来 她非常优秀 又学这个又学那个 你的女儿也应该认识一下她 或是如果你有朋友个儿子 你就说啊 那个王女士的女儿来她很漂亮 你应该带你儿子来 也许可以相亲一下 然后呢你就跟你们的客户说 哎呀你的女儿应该从小就开始做至少第一步洗面男 第二步防晒霜 当然保湿液啊那些都很重要 可是因为 在香港很多妈妈也比较紧张 我妈妈当时也很紧张 所以就从小就培养这个习惯 所以自从十二岁之后 我没有一天是不用这些东西 对 对 OK 所以刚刚我们讲了一些基础的一些 如何保养自己的小秘诀 现在呢 那个你们没有看到 现在呢我们就跟你们讲讲着装 如果想着装的好 首先你得了解你自己的身材 有哪些身材你们听过的 或者你们知道的 或者你们有的 梨形身材 OK 我们现在进入水果系列了 有梨形的身材 梨形的身材是什么样的 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OK 上面比较窄 下面比较宽 可能是臀部大 OK 还有呢 H型 OK 所以H型是什么样了 上下一模一样 就是下个H 就没有腰 就这里这里一样 然后这里也一样 OK So that's H型 还有什么身材 S型 S型 八字型 这个就是最理想的身材 Marilyn Monroe 很多明星都有这种理想的身材 S型 还有什么 A型 A型 A型跟什么型一样 B型 B型 A型其实就是理型 因为A型就是这样嘛 So一样 还有呢 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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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型什么型 Oh Why Why What's that Oh OK 通常我们会说V型 OK So V型呢 是肩膀宽一点 And then 腰就很窄 很窄 其实 什么样的人 适合V型的身材 男生 男生 不是健身 OK 其实男生 最理想的身材 就是 V型的身材 我知道在场 有三个男生 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 一 二 第三个在哪里 第三 你看我就知道了 OK 你们转三百六十度给我们看一下 他们是不是V身材 不是 不是 不是吗 我觉得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 你可不可以上台一下 OK So 转三百六十度 小版 小版的 Very good OK 大家那个很给力 OK OK 另外两位已经坐下来了 OK OK So V型 V型就是男士的 最理想的身材 还有什么身材 Oh Very good O型 O型 苹果型 So O型 有哪些明星是O型 香港有个很出名 Yeah 谁说的 你是不是六零后 关注肥肥 Yeah 肥肥 她就是O型 然后呢 她的女儿也变成O型 其实很不健康 然后之后就瘦下去 现在还好了 她是 然后国外有哪个很出名的主持人 也是O型 Oprah Very good Yeah Oprah OK 女生最理想的身材是什么 O型 So 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材都好 H A V 等等等等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着妆 要变成一个S型 可以做到的 就像不管我们的脸是圆啊 鼻梁低啊 或者怎么样都好呢 就如果有痘痘 我们都可以用美妆 雅致的美妆 来让我们变个脸 对吧 就OK我的脸很圆 有点水肿 OK那我就打点阴影 鼻梁 OK这边打点阴影 这样 那其实着装也是 OK 因为你要通过一些小的秘诀 来让你成为更像一个S型一样 So这里呢就是我们六个型 Oh yeah 对 那个第五个也也存在 虽然很少人 会是这个型 And then And then 奥巴马夫人是什么型呢 Yeah 她是H 有人刚刚说了S 她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个S Right 她是一个H But then 通过一些小秘诀 腰啊 腰带啊等等 就变成了一个S OK 法国的浅地衣服人 其实她是一个超模 Carla Bruni Carla Bruni I mean她是一个很 你有没有发现 她其实她有一个特点 她不做任何的搭配 因为她就觉得她不需要 因为她就直接就穿一套衣服 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 Yeah 她就是个S型 其实法国人他们不太做搭配的 就法国人 他们自然为主 OK So 首先 You know 其实最重要就是腰 你要体现出一个腰 因为男生一看的就是这个S的角度 Right So 不管是像You know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就有一个 就自然地在腰收紧 Yeah 或者 Right 这种腰带 就已经在衣服里边 Right 或者如果你穿裤子 然后呢 就把你的上衣塞进去 Yeah 我特别喜欢穿高腰的裤子 其实高腰的裤子 和你把一个衬衫塞进去 也会体现出腰 OK So 很多这种的小秘诀 Yeah 然后呢 假如 有没有个勇敢的A型 可以过来一下 上台 如果你是个A型 离行 好 上来 OK OK 你是个A型吗 塞进去 塞进去 你确你是个A型吗 确定 OK 有没有个明显一点的A型 上来 OK 对 是不是 你是A型 哇 还写这个A 我知道这是你们家Logo OK OK 明显的A型吗 也不是很明显 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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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比一下 OK OK 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还要 来来来来 你是个明显的A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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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Yeah OK so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没有个麦克风 有没有个麦 对 对 对你来说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着装困扰 然后呢 因为你是A型 你会怎么去把你的身材平衡感 就是 我最 我的困扰 第一个就是胸小 第二个困扰就是 就是 因为生两个宝宝 胸小是有办法的 这个地方就更宽了 原来我也是胸宽 然后 现在不仅胯宽 然后肚子还出来了 所以我穿衣服就是 这个地方从来没有穿过 就是那种西服裙露出来 如果我穿西服裙 也一定是上面有东西盖着 就不敢把肚子露出来 就像现在这样给大家看 从来没有过 OK so 谢谢你分享 so A呢就是上面窄 下面宽 那么 从色彩 我们先从色彩来开始 你们就是从色彩的方面来讲 今天的着装你们可以给什么样的反馈 哇 你们都好聪明 换过来 为什么应该换过来 所以 黑色是显瘦 而且是 这有点是雅吧 就通常比如说 就普通的衣服可能是雅光嘛 so 其实下身可以多穿黑色 因为我们是想让下身显得瘦一点 然后呢 亮的东西会显得怎么样 更宽 更宽 所以呢 可能我们上身呢 因为我们上身窄 A型上身窄 那就想上身穿一些 比如说亮一点 比如说什么白啊 黄啊 或者 这种质感 就是真正就很闪亮的这种质感 让大家的这个视野 就是眼光到上面 而不是下面 那么如果呢 我们是穿下 就是这种短裙呢 其实A型 我这个是这样 其实A型可以 高腰的 A型的这种短裙是可以的 因为高腰嘛 然后就完全盖过 就要有一点质感 稍微厚一点有质感的 一些短裙 OK 好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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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OK 我们有没有一个明显的V型的朋友 哇 大家都好热烈 明显吗 必须要明显哦 上来看吧 OK 转过去给大家看 明显的V型吗 不明显 对不起 有没有一个明显的V型的朋友 可以过来 大家在想 我是不是V型 我是什么型 OK 哦 我还以为你想上台 OK 如果你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身材 你可以回家 你可以量一下 三个部位 三个部位 OK 肩膀 腰 和你的臀部 肩膀呢 就是不要 肩膀不是胸 OK 你们量的就是 围着你的肩膀 刚刚这里 围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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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应该是你最细的那块 如果是H型 你可能没有一个最细的那块 通常就应该包含你最细的那块 通常就最细的那块 哇 要真的不清楚哦 我们后面这边吧 好 对对对 11号桌 Tina 你可不可以 谢谢 All right 好 记录一下 对对对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称呼 董洁 OK 谢谢董洁 我们有没有个麦克风 或者你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为什么觉得你不清楚 你是什么身材 因为我觉得 我上身也不是特宽 我觉得我没有腰 可是我又不是特别直痛 OK OK 现在帮我拿一下这个 好 OK 过来一下 OK 我现在要跟你量一下 我们用公分吧 我们用公分吧 最细的这一部分 还是找得到的 34 OK 大家就写下来吗 34 OK 最宽的 臀部的这个地方 OK 41 斜了 斜了 OK 斜了 OK 各位再说一下 40 34 和40 你们可不可以 你们可不可以现在 用你们的手机 做一点点数学 看一下 董洁是什么身材 所以 So H身材呢 OK H身材 就是 因为 其实你的肩膀 和你的臀部 是一模一样 都是40寸 是吧 刚刚 So你肯定不是A 也不是V OK 你要么就是H 或者S 然后 然后 然后怎么知道是H 而不是S呢 Yeah 可不可以大声一点点 站起来大声一点 H要少百分之二十五 然后它没有少很多 S应该少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它是I S4 是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Right H呢 就是你这些尺寸 可能是 就是 还不达到 百分之二十五 OK 所以你是H 谢谢你 OK 有没有多一位朋友 想上台看一下 后面 OK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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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号桌 Yeah 通常 不太清楚自己是什么身材 通常 要么就是S 要么就是H OK 好 OK So 你自己觉得你是什么身材 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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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什么型 你不知道你什么型是吧 大家觉得呢 H H H or S H or S 我们应该开始打赌 OK OK 肩膀 直吗大家 OK 肩膀 肩膀这里是二十五 好细哦 肩膀好细 OK And then 腰最细的这一边 是 不会吧 不会吧 三十四 OK我们再来一遍 OK二十五 我刚刚拿错 OK还是二十五 然后这边 拿反了 拿反了 不好意思 OK我的助力非常好 给我看到我拿反了 OK OK So 37 OK 上身37 然后 然后 腰 腰二十七 嗯 OK 臀部 这里 直吗 三十五 臀部 对 最宽这里 我找不到你臀部最宽的地方 三十五 三十五 OK So 大家 你们 用你们的手机 算一下 肩膀三十七 腰二十七 臀部 三十五 确定是S型吗 蛤 V型 是吧 Righ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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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个人数出来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站起来 为什么是V型 肩膀三十七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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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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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没有人把那个数据数得出来 能看得出 蛤 是吗 所以是V型 And actually 你可以转过来一下 是V型吗 再转过来 yeah 是V型 是不是很interesting V型 就如果刚刚没有 我告诉你 大数据不会骗人 OK 好 所以你是个V型 V型 yeah 你是个很难才看得出来的 可是数据是能看得出来的V型 OK 谢谢 OK Great so 我这个 OK so现在我们是有一些衣服 在台上 OK 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我知道你们经常需要举办一些活动 那么你们举办活动的时候呢 通常是下午茶对吧 你们的活动 可不可以讲讲给我听 听哪个这个一下 喊一下 你们通常是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OK 下午茶 晚宴会有吗 晚宴也有 晚宴几个人多 8个 几十个 是吧 基本上不超过20个人的活动 能这样说吗 OK 午宴也会有吗 OK so 记得你们穿东西的时候呢 当然知道我今天是培训 可是就举办活动 你们其实是女主人 那女主人呢 一站出来 就要有女主人的范儿 OK 所以最好就不要穿太沉闷的颜色 穿一些亮一点的颜色 当然这也看季节 比如说什么夏天啊 或者春节就一身红啊等等 但如果是20人以内的活动呢 我会建议你的裙子可以到膝盖 OK 到膝盖为主 就不要穿什么礼服啊 礼服的话白天不合适 就拖地的那种礼服 我再说一遍 白天不合适 OK 只是在一些就很隆重的 或者人很多的晚上的 就太阳落山之后的活动 才应该穿 还有一些比较闪亮的东西 像什么就很复杂的 什么蕾丝啊 或者很多猪啊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 不管你是鞋子或者包包或者衣服 也是太阳落山之后才穿 OK 所以如果是白天的话 像下午茶你可以穿 像我今天穿的这种 亮一点啊 有带点花纹啊 或者一些 比如说 you know 这种 right 也是很春天夏天的感觉 right 很女人的感觉 yeah but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比如说一个晚宴 这个就挺好的 因为这个带一点点猪 OK 然后也带一点点沙 然后又是粉粉的 然后也是到膝盖 OK so这个就给你们一个概念 晚宴 如果你想穿黑色也可以 for晚上 午饭和下午茶我不建议穿黑色 不 晚上呢如果你穿黑色 那你就得有一些搭配 比如说一些很亮的 项链啊 或者亮一点的鞋啊 等等 OK 开会什么的 you know 这种就挺好 yeah 然后也带一些搭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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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好 这些衣服用完了 谢谢 so 举止仪态 嗯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过一下这些 举止仪态的一些动作 我们一个一个都会过 我想先从如何进入一个房间来开始 我觉得这些小贴士呢不只是你办活动啊等等你 你天天比如说你自己什么开会啊 或者你做嘉宾参加别人的活动 你也可以有用的 so 假如是一个下午茶的活动 或者有个会议室 然后有一些人已经在场 然后你要进去 你是如何优雅地进入一个房间 我看到很多身边的朋友 他们都是这样进入一个房间 OK 假如这里有一个门 OK 他们都这样 推开 这样 看到很多人 大家 对吧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身边的朋友 都会这样进入一个房间 优雅吗 大气吗 so 毕竟可能是一个小型的活动 或者反正肯定有人看到你进来 OK so 你进入一个房间的时候呢 你应该推开这个门 OK 假如你通常是用左手推开这个门 你就最靠近 最靠近门的那个角 OK 最靠近门的那个角 跟着 所以大家站起来 假如你面前有一个门 OK 跟我一起用左手推开这个门 然后你的左脚往前跟着走 然后呢 你是从你的后面的左手 把门推到你的右手 这样来关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让你这样关门 而不是这样关门 没错 不要屁股 对着你的听众 或你的朋友 OK 大家给我看一下你是如何优雅地进入一个房间 OK 打开门 推开门 跟着走 然后你也可以走两步 right 就第一步第二步 然后把门关上 OK 到另一个 到右手 OK and then 只要你进来就大大气气跟他说 大家好 and then你就安安静地坐下来 OK very good 而且我发现很多 就 毕竟你已经进去这个房间 OK so你就大大方方 大大气气地进去这个房间 有时候你进去一个环节 也许你的朋友 也邀请了一个嘉宾 一个客人 他带了多一个朋友来 或者你去那个活动 然后你不认识别的人 那你需要接触人家 然后自我介绍 还有握手 可不可以邀请一位上台 有没有一位想上台 跟我互动一下 好 OK so 我想看你是 怎么握手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在一个活动上 然后你是 you know 你是怎么表现 OK 假如我站在这里 我在喝东西 哇 好主动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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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听到 怎么称呼 宁贵姓 你叫什么 宁贵姓喜 OK OK 喜女士我们再来遍 OK 我希望大家都听到你 就一模一样 好 好 我在喝东西 嗨 美女您好 可以认识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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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我是Sara 我是秦鸿燕 幸会 OK so 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间 其实喜女士第一次没有说自己的名字 第二次就有了 到底该说还是不说好 要说 要说 很多时候我会去一些活动 我跟对方握手 然后呢我说 你好我是Sara 人家说 嗨Sara OK 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对吧 OK 所以通常如果对方不说我会说 对不起您叫 因为如果你是十分钟之后 甚至一个小时之后 才问人家他们叫什么名字 有点尴尬了 OK 所以记得你自我介绍呢 你应该自己也主动说你的名字 OK 刚刚很好说的姓名 so 刚刚喜女士过来说 美女你好 可以认识一下吗 这个你们有什么反馈 蛤 卧底 什么 蛤 目的 目的 目的的感觉 想相亲的感觉 这 哎 美女你好 过来一下这个平台 我介绍个男生给你 蛤 so I mean 挺可爱的 可是 不是很高级 其实可以在更高级的 right so I mean you know 美女大家都说帅哥美女 什么这样 but 如果第一次认识的话 然后想给人家一个 你是一个高级 优雅的感觉 那 我可能会这样 假如您在喝东西 我过来 哇 我想知道在喝什么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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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是这边的主人的朋友吗 是的 哦 OK 我也是 我是Sara 何佩荣 幸会 你好 你好 我是西红燕 幸会 你好 你好 我是西红燕 幸会 OK 其实 第一件事情 上次就一定要接触眼神 你可以接触眼神 然后接触眼神 第二件事情 就是习女士做得非常好 就是马上笑 马上微笑 因为如果接触眼神不微笑 那这是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 这会让对方觉得你不喜欢他 如果人家觉得你不喜欢他 他会很自然地不喜欢你 OK 所以不管你是任何人都好 你第一件事情 只要接触了眼神 马上微笑 然后呢 让人觉得你喜欢他 OK 然后其实只要你接触了眼神之后 你可以马上进入话题了 因为已经有眼神接触 然后呢 可能你以为 在这个活动上呢 你认识的这些都是陌生人 没有任何共同点 其实你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邀请你来的人 主办方或者主人 就是你的共同点 所以我刚刚就问了 哦 你是不是 也是主人的朋友 就是这样 然后就可以马上聊起来 然后握手 行你去握得非常好 OK 握手呢 记得是虎口 对着虎口 看到吗 OK 大家跟你们的临座握一下手 找你们的临座 OK 一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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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虎口对着虎口 OK 然后下面包着 看到吗 要包着 这个给对方安全感 你可以试一下不包着 有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包着 OK 至少要握个两三次 哇 好热烈 OK 握个两三次 然后接触眼神 微笑 自我介绍 OK 因为如果你不做虎口对虎口呢 如果是这样 你会有什么感觉啊 谢谢 请坐下 谢谢老师 所以 在国外呢 其实就在国内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 通常就是 我们不一定握手 对吧 要么就第一名片 要么就可能 就低一下头 从肩膀这里低一下头 可是在国外所有场合 就不管是社交或者商务 它们都肯定是我手 然后以前 因为我上哈佛之前 我在纽约的华尔街 做投资行行 做并购 然后呢 哦 谢谢 然后呢 哦 其实我可能会再用 OK 不好意思 然后呢 就是那个时候呢 有时候我参加一些论坛啊等等 我会听到别人说 啊 可是他 他人肯定不行 因为他握手 没有给我安全感 因为记得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 两分钟 那老外 他们第一次见面 在国际场合上 拨手 其实就是一个第一印象 Yeah And then And then 我知道在国内呢 我们说 哎呀 可是我是女生啊 我握的是男生的手 不能太靠近啊 要不然给他一些别的想法 OK 这个在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文化 都会有一些调整 可是 比如说在 如果在一些国际化的标准 还有当然在一些可能大城市啊 或者特别现在 一些千禧一代的朋友 都很洋气了 那他们可能就会握手 OK 站姿 可不可以请三位朋友过来 给我们看看如何优雅地站姿 哇 都从这个桌啊 这个桌好棒 OK 哇 哇 三个 OK 好 都上来 OK OK So 你们自己摆个pose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面对着大家 给我们看一下 你是如何优雅地站 你们在一个火 OK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一个一个模仿 一个真反 因为你旁边的不一定做得对 OK 你们可以选好一个pose 不要再动 OK Freeze OK 好 Interesting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站姿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 你这个背后的 你别动你的手 OK 我帮你拿 好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站得 显得腿更细一点吗 OK 这个待会儿再拍摄 如何更上镜的环节我们会过 OK OK Interesting 然后你的手呢 哦 这样显腰 掐一下腰 美了 还有吗 OK 第二位 哦 这个脚不错 这个脚不错 有没有人学过芭蕾舞 芭蕾舞的第五个position 你的脚稍微在 是一个wavy OK 先看待会儿我会让大家去做 wavy 然后呢 左脚是在右脚的前面一点点 而且这个为什么好呢 也是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开放性 一个open 就让大家过来 因为你想想如果我是这样 这个是封闭性 这是closed 不要接触 不要过来 我就坐在这里 不能过来 这样 这样v型啊 手啊 手心往上啊 这些就是欢迎人家过来 这个站姿 这个脚的步伐 我喜欢 这个手 大家有没有一些反馈 往上一点 往上一点 是吧 应该是左手放前面 再说一遍 应该是左手放前面的 谁教你的 印象 忘了一个 你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手是那样 那样放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的手这样放 这是以前 就是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以前学你的时候有过这个 谁教的 所以 如果你们是服务员 可是你们不是服务员 当然你们做销售 可是我更觉得你们是小女主人 你知道吗 女主人 你就 就不一定会这么拿着手 OK 第三位 你在抖 你为什么在抖 是你高跟鞋太高了 这个美甲你要弄一下 还有什么 我的脚和它是一样 但是我的手没有 就这样放 OK 所以手就这样放是吧 对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场景 然后要讲课的话就是 然后如果不是讲课的话 正常的就这样放 我觉得比较自然 那是OK 非常好 所以其实手 你的肩膀往后 大家站起来 大家站起来 OK 首先 脚 OK 微V 小V OK 左脚 再右脚的稍微前面一点点 微V 不是个45度 不是这样 OK 是个稍微微V 开放性 脚踝不应该并拢 脚踝不应该并拢 有一点点空间 OK OK 非常好 然后呢 你的肩膀就是往后 然后手就是很舒服地往下就好了 OK 然后如果你拿这个包包啊或者一个杯子啊 你可以优雅地这样拿 OK 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觉得OK 很紧张要拿着自己的手 OK but then 就 记得不要这样 最好永远不要这样放你的手 因为大家的中心就会往你的手那个方向 OK 最好就如果拿东西就可能拿稍微高一点啊 OK OK 非常好 OK 请坐下 OK and then 坐姿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坐姿 OK OK 大家 给我看你们是如何优雅地做 记得不要敲二郎腿 二郎腿的狼是什么意思 野蛮 野蛮 OK 这个膝盖病笼 OK 膝盖病笼 然后呢 其实如果你想交叉的话 你可以交叉你的脚踝 像我这样 That's OK 脚踝 或者 就稍微斜着放 OK 为什么膝盖病笼呢 特别如果在穿裙子的朋友 就膝盖病笼 and then 最好如果一坐下就不要直接往后扣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是这样放手 我自己更喜欢是这样放手 因为记得这样手心往上是open 佛在那个森林里打坐 他的手是这样的 OK 然后吸引了很多野生动物过来 跟他一起打坐 So you know 手心往上 and then 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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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靠一靠 and that's fine right you know 这样也ok OK So 我们最后这五分钟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更上进 PPT OK Yeah because 当然你们的活动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宣传部分 就是你要拍一些美美的照 然后把这些美美的照 发到朋友圈 OK 首先 灯光是一切 这其实是我的唐妹 她现在在中国也很火 她是一个混血的超模 所以有一些小贴士也是她分享给我今天专门为这个课 有时候呢 就如果你看到 ok 假如啊 一起合个影合个影 ok but 如果 特别很多中国的餐厅 灯特别强 然后可能就有几个射灯直接射到这个上面 那记得不要站在那个灯的底下 要么呢 会显得你的头脑很大 这里亮啊 然后又有 这里暗啊等等 所以 只要你不是在那个灯的正下 就ok 你就 走一步 ok 这样 灯光是一切 ok 灯光很重要 如果在户外的话呢 他们说 最好拍照的时间 要么是早上或者是下午 就 五六点 就是太阳落地的时候 太阳落山的时候 然后 比如说十二点钟这种就 灯光 就那个阳光很强烈 如果你在户外 最好是对着太阳 ok 所以你找一下 太阳在哪里 然后ok 就这样对着太阳 因为这样你的脸上就不会有不同的影 ok 要跟你的摄影师沟通好 通常 因为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在准备 在做活动上的准备 那 这种情况你可以 比如说提前有个朋友 帮你用手机拍拍照 那我通常 我拍了 他拍了一两张之后 我马上会跟他说 诶 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 right 因为这样我知道ok 我摆什么角度啊 或者他从什么角度去拍呀 然后你就跟你的摄影师去沟通 right 就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这样拍 或者有时候我会提前找好一个地儿 然后说 你过来这里 从这个角度 怎么怎么怎么样 去拍 ok 所以要跟你的摄影师有 足够好的这种沟通 yeah 因为如果你没有沟通好 然后直接整个活动就让他拍 那肯定就不是你 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你要知道你自己最好的角度 ok 可不可以有三位朋友上台 后面一点的吧 yeah 这一位 那一位 yeah 你 还有18号桌 过来 yeah 戴眼镜 你不是18号桌吗 你马上脱下眼镜 ok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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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有我吗 你好像上了是吧 你上过吗 没 ok 没关系啊 那四个吧 好四个 我们的摄影师在哪里 摄影师在这里 摄影师在这里 摄影师上台 ok so 对啊 你上台吧 对啊 ok 然后我希望你们四个 oh 不好意思 摄影师还是从这里拍吧 不好意思 ok 我希望你们四个 假如你们是四个闺蜜 走近一点 ok 然后可不可以把你们的牌 就是这个往后放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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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后那个什么 ok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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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要不我帮你拿 ok 你们是四个闺蜜 或者你们刚刚办了一个 一个 你们的牙子一个活动 然后 哎呀我们走之前 我们拍个照吧 ok 摄影师在这里 摆个pose吧 來摄影师拍拍拍拍拍拍 ok 继续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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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通常你们会有什么想法 就你们正在拍的这个过程中 你们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来 大声一点 因为没有 没有在这儿这么多人拍过照 太紧张了 反正我感觉我平时我拍照的技巧是 我觉得 因为拍到挺挺鞋的话 腿 因为穿皮鞋的话 有点粗 然后呢 我就会给他脚 然后这样伸长一些 ok 这样会把人拉长 效果 我觉得照的还可以 然后我通常 有时 比较搞怪的 那个特别严肃的照片不会照 因为我觉得照来有个特丑 所以基本上照的时候 要不然就是往上脸 因为我那个 要不然就是照一下侧脸 这边侧一下 ok 因为你知道你哪边的脸比较好是吧 我感觉我自拍的时候觉得还好 就是我觉得我还拍完以后挺满意的 ok that's great so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哪个角度最重要啊 或者最好 最强啊 你觉得都一样 不一样 然后我正脸拍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摆姿势会好看 正脸是吧 对 正脸拍你不知道怎么摆姿势才好看 对 所以你就会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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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 希望没有人看到 这样 对 会有一些 就往后一点就不会显得那么 ok ok interesting ok 第二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刚刚做那个合影 你在关心什么点 我也是考虑角度 因为我觉得我要正面拍 眼人特别扁平嘛 然后就要稍微测一点 显得有点立体感 谢谢 ok 所以你是怎么测 再测给我们看 测脸 比如说我们合影的时候 有时候这样 然后有的时候还这样 就是也是要照两次 ok ok 反正就不是正脸 是测脸 ok 你有没有觉得你哪边测比较好看 一般是往那样测比较好 ok 所以你是觉得你这边是比较好看 ok 第三位 我就是感觉吧 我可能是站姿不是很直 我就想在人前展现的时候站得更直一些 就是笔直一些 就是笔直一些 更充满自信感 可能是觉得自己比较瘦也 就显着 就一般都是正面 很少这样侧面待着 正面就显着自己更自信 而且让大家能够直观地看到我 展现自己 ok 第四位 我是觉得我生完孩子之后 怎么照相都不好看 其实有很多朋友生完孩子 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困惑 对 就觉得 现在照的下面 跟之前 就是做女孩照的下面看 就是觉得怎么都不像自己 ok ok so 我现在呢 ok 摄影师可不可以过来一下 你可以帮我拿一下 ok 摄影师可以在这里 ok so 假如因为我需要参加很多活动 so you know 只要我 这有个背景板 right 然后我走过来 然后这里是要照 我肯定是这样 不停地拍 一直拍 ok so 看到那个区别吗 其实摄影师拍的时候呢 他们四个是不动 就摆了一个pose 然后就 我每一次让一个朋友帮我拍任何东西 right 不管是活动还是怎么样 我是不停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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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十个以内 每一个不一样 我至少有一个我喜欢的 然后呢 哪一个身材是最理想 你们记得吗 S身材 so 如果你不是 exactly so S是怎么能显示出来呢 这一块 you know 你可以插 有时候我在活动上 我会这样插个腰 but插 you know 可以可以插 and then 我有时候会把这个腿 这样一点 然后弯一点 you know 特别如果我是穿长裙的话 but you know 主要呢 是要显出这个出来 然后 大家站起来一下 ok so 先面对我 ok 大家先面对他们 你们一起来跟着我做 ok and then 这样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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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做给你看 这样转 ok so 这样呢 你的腰 就你的右腰 是面对着前面 看到吗 感觉到吗 感觉到吗 大家打一下你的右腰给我看 ok 右腰 这里 ok 是面对着那边 然后你的手 你的这个 对 肩膀 右肩膀 要往后 因为这样才有这个感觉 这样你拍出来 这样你拍出来 你的腰的感觉就出来 ok so 大家给我看一下 ok 摆你们的pose 你们有的可以 我看你们插腰 很多时候人家插腰太低 不要这里插 你要高一点 在你腰最细的地方 and then 不是这样插 而是这样插 就你的手肘 是挨着你的腰 看到吗 very good ok 然后再高一点 yeah so 你做得挺好的 挺好的 大家插一下腰给我看 右手 oh oh so 应该是你最靠近镜头的手 very good ok so yeah so 假如我是 you know 如果我是这边 那我就是这个手 如果我是这边 那就是这个手 看得到吗 so 是你哪个腰部 往前 就你是哪个手 放在上面 ok 插腰给我看 ok 不要完成这样 这样就看不到 行 ok 还是要这样一下 so要往后一点点 你的手也可以是松着 right 手也可以松着 然后呢 你的脚呢 如果我穿裤子的话 我通常是这样 如果是穿裤子 长裤 right but then 如果我穿裤子呢 我会看 要么我就这样 右 右 右脚是稍微往前一点点 ok 不要太前 还是要站得稳 and then 很多时候呢 如果合影呢 如果我站在边 很多朋友是这样 right 就 oh 这样 或者如果我是站在这个边 我会 这样 right ok but 不要 就如果你们做合影的时候 不要觉得大家都要 you know 就好像 人家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 其实应该每个人摆个不一样的pose ok 所以你们四个可不可以再给摄影师 我们现在学了 ok 你们四个一起合个影 oh 我帮你拿这个 ok 帮你拿这个 ok ok so 摄影师现在接下来会拍十 十张 ok ok 然后你们就 yeah very good 不停地拍 yeah 继续拍 继续拍 就记得要动有不同的动作啊 然后不要以为你 you know 其实你四个可以再站得更近一点点 ok and then 记得你要体现出 你的这个S型的药 ok ok very good and 通常最 yeah so 很好很好 我觉得 ok 好 ok 可以先做 ok 大家给一下掌声 哪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 ok ok so 你要知道你最好的 你自己最好的角度 比如说我知道 ok 我的右边是比较好看 所以我永远不会合影的时候站在左边 我都会 oh ok 然后我就会过来这边 然后就这样 给大家看我的右手边 所以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脸 yeah 我觉得你们要多自拍 yeah 多分析一下你之前的一些图片 这样呢你才能保证 ok like um you know我哪边最好看 还有 我每一次穿一件新的衣服的时候呢 我出门之前 我会在我的镜子之前摆一下 我说ok 这样摆 还是这样摆 还是怎么样摆 you know and then 我就找到ok 那我就知道了 只要看到镜头我就会这样摆 you know so 出门前 把相机当成你的闺蜜 yeah 把她当成你的老公 不要害羞 肢体语言 right 用你的身体造一个 S型出来 多动 ok 这是我刚刚说的要多动 不要hold一个pose在哪儿 注意的一些部位 right 夜下 小肚肚双下巴 right 通常我们说ok 第一点点头 不要仰头 如果你这里 夜下 有一点点肉 ok那你就可以正好这样插个腰 然后就不会很明显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提前想好 然后要有自信 ok 所以我们刚刚过了好像超过了十个小时 十分钟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休息个什么五分钟 还是休息多久 然后我们就会进入第二个环节 ok 好 麦克风 麦克风要打开 oh great perfect 可不可以把照片传上去给大家看一看 so oh before ok 这个就是第一组 我们想做一个前后对比 Tina 你可不可以过来 so ok 这是上课前 上进的表示 有没有个after 有没有个after 你觉得这里 ok 继续看 nice ok 越来越好了对吧 有明显的进步 ok 而且插腰 其实这个插腰可以在插高 你看这个插腰呢 给大家说一下 要还是要取 就这个插腰是完全这样 其实应该这样一点 看到区别吗 这个插腰是这样 应该这样一点 因为要看到这个essing 可是我整体觉得 这四位勇敢的 给大家表现如何更上进的女生 非常勇敢 所以我今天准备了四本书 我写的书 我出的书 送给她们 对啊 所以刚刚那四位可以上来 我带了我的铅饼 然后Tina可以给你一下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 梁凤怡的财经小说 其实我是她的侄女 所以我的书的事是她写的 ok 好 所以我们就继续读这个 我们继续上第二组课 成为有魅力的雅字女主人 这个我刚刚也跟大家提了一下 你们每一次做一个活动呢 其实你们就是女主人 而且我也想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举办一个成功的活动 不在于你花多少钱 有时候一些活动 花很多钱很隆重 可是那个效果和那个氛围 可是那个效果和那个氛围也不一定对 最重要要用心 所以我现在接下来这块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举办一个很用心 让大家很快乐的一个活动 因为一个活动或者一个晚宴 如果就人家喜欢就来了 开心嗨起来了 或者觉得很无聊 完全是在于你做女主人的表现 其实是你的责任 因为你是主人 所以人家想不想来第二次 或者今天来了 他们觉得自己心里开不开心 完全处于你的能力 那么主持一个线下的活动的时候呢 当然要想到人数 刚刚你们也说了 就你们通常的活动呢 是十几个人 二十个人以下 我自己也觉得 这十几个人是最后 基本上是十五个人吧 因为如果人更多 就可能不太好照顾到每一个来宾 And then 地点 你们通常地点 我知道有的是在雅兹的一些中心 对吧 然后也会不会也在你们家 或者是出去 是什么样的地方多 你们直接喊吧 都有 OK 所以有时候也会在一些茶馆啊 家里也会办是吧 家里也会办 Oh great OK 很好 其实我最喜欢是在家里办活动 因为家里最舒服 And then 控制活动的环节 流程 等等 So 假如我们在家 如果在家办的活动的朋友举一下手 我想看 差不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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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所以假如我在家办一个活动 OK 我也喜欢家 因为家就比较 你可以控制到所有的环节 也比较省钱 Right 因为你一出去要有场地费啊 各种各样的 So 如果你是想办一个活动 最好呢至少有差不多五到七天的这种提前的准备吧 也要想好你想邀请什么样的人 那个是第二页 So But 这个 布置来说最好是有一个主题 如果雅兹出了一个什么新系列的东西 假如是什么玫瑰花啊或者熏玉草啊或者怎么样 那你可以通过那个主题来布置花还有颜色 对吧 如果那些产品是正好是蓝色的包装 那你可以有 OK 蓝色的花 Right 花是最好去布置东西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买一些 在淘宝上买一些好玩的可爱的小餐巾 就一次性的那种餐巾 也可以是粉蓝的 Right 各种各样的蓝 你穿什么衣服 也可以是 正好 粉蓝在这里 也可以是蓝色系列的 这样不管你是 你拍照 出来的效果也很好 Right 然后看上去 也很用心 也很有主题感 OK And then 发信息给你的客户的时候呢 我通常是喜欢 比如说 我通常提前五天就会已经开始邀请人 然后我邀请人的时候我肯定会说 哦 那个六月二十九号 你有空吗 Right And then And then 我提醒人家的时候呢 我永远会说 六月二十九号 括号 周五 你有空吗 因为很多人会 就如果 就很多人会搞混 如果说下周五 或者只说二十九号 不如你说 哪个月哪个日期 包含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OK 特别在中国 因为很多朋友就很忙 很多活动 OK And then 当然就前一天 也在提醒大家 然后通常当天我也会再提醒大家 准时到啊等等等等啊 通常每一个活动差不多两个小时吧 你们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会不会有时候三四个小时 就看你们的客人待多久 基本上 But 大家在中国都想知道 几点开始几点结束 So 然后因为北京很堵车嘛 所以有时候我会故意说 OK 两点 就虽然我自己心目中 两点到五点 可是我会说 哦 两点到四点 因为有时候堵车 大家可能三点多才到 然后 You know 这样他们就可以待一个 一两个小时 当天的准备呢 我自己很喜欢 当然有茶 还有比如说水或者果汁 茶 水 果汁 就是我这三件东西 是至少要有的 因为中国人也喜欢茶 温水必须 然后果汁 给一些可能不喝茶的人 And then 还有 就是除了那个以外呢 买一些小蛋糕 小点睛 最好是可以用手来吃的 可以用手来拿 手来吃 所以一些小巧克力啊 小饼干啊 因为如果 越复杂的东西 OK 那你就 可能要准备多一些 比如说像 OK 那就要 每个人有一个小盘 每个人有一个小 小叉子 只要你有蛋糕的话 那就需要给大家提供 盘子和叉和刀 其实刀你可以不用 可以单独是叉 所以至少要有叉和盘子 如果你打算提供 任何蛋糕类的东西 OK 我自己认为呢 最优雅呢 是如果你想有蛋糕的话 是有个整个圆的蛋糕拿出来 然后在大家面前切 比较高级 好过在厨房 然后分开分开分开 然后就一个一个一个上 OK 所以如果你买个 比较大一点的 很大气的蛋糕 大家面前拿出来 然后大家会 哇 然后又拍照啊 对吧 你希望每一个环节 都是你来的客人 会想拍的环节 所以你越美 你的桌布置越美 你穿的东西 你布置的 这些产品越美 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客人 会越想发朋友圈 帮你做免费的推稿 名单 通常你会有两种客户来 第一个是你的老客户 第二是你想吸引的新的客户 那么老客户呢 他们可能来更多是为了社交 热闹一下 当然他们对你的产品有足够的了解 所以想看看有什么新的产品 那么如果我要请一个老客户来 也许可能这个老客户 来了好几个活动 那我可能不一定用到 就是产品来信到他 他可能更多是从社交想过来 那我就说 哎 刘女士啊 我一直想邀请的那个王小姐 她正好那天也来 因为王小姐呢 他正好在做一个房地产的什么项目 你不是也在想做吗 你跟你的老公 也许你们可以认识一下 然后也许之后你们可以有一些什么合作啊 等等等等 所以你要让你的客人觉得来的时候 不只是为了你的化妆品 不要说我们现在有一新系列产品 要不要过来试一试 这个就 I mean 也不是说不可以这样说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流行软推销嘛 所以 然后其实为什么一些人会去一些活动 为什么我们会参加晚宴 下午茶 活动 因为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有限 一天只有24小时 我们怎么去花我们的时间 大家都会评估啊 OK 我那天可能有两个选择 我应该去这个朋友的下午茶 还是去这个朋友的下午茶 我告诉你 不只是因为产品 产品我永远都可以找你去买 所以你邀请人的时候呢 你就要给他多一些原因来 比如说 我去年的时候呢 我认识了一个非洲的一个国家的 是驻华的一个大使 而且大使是一个女的 然后我跟他聊的 就在一个活动上认识到他 然后我觉得 我很想 因为我对他的那家国家很感兴趣 所以说 我就想 因为我经常会举办一些小晚宴啊 小型的大型的鸡尾酒会 在我家或者在一些餐厅 那么 那次我是在北京举办的 然后我很希望他来 我就邀请了 是一个十二人的晚宴 我邀请他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大使嘛 毕竟 所以他当然有很多任务 其实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他的任务 他的工作就是 在中国 宣传 还有就是找一些 他们能够合作的东西 就跟他国家合作的东西 所以我 我 发信息给他的时候 我说 那是 我说我 下周五呢 很想邀请您来一个 一个晚宴 然后呢 因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知道他会去评估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他 就我需要 让他知道有一些 什么人会吸引到他来的人 所以我就说 来的人呢 有一个 有一位律师 他非常著名在这个律师行业里 然后他专门呢 就是帮中国的企业家 去投非洲的项目 我觉得 You know 你们也可以认识一下 然后说我另外一个朋友呢 他是一个旅游的节目 他这个旅游的节目呢 就很火 有很多人去看 也许 他可以帮你宣传一下 你们家国家的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记得差不多两三个这样的人 然后大师说 他来 我说哦 好 大师搞定了 别的人好搞定 那个律师我说 哎 其实本来那个律师是出差的 然后我说 啊 那个 而且还要跟这个非洲国家的大师来呢 我知道你也经常在跑非洲 你来的话 我就把你放在大师旁边 然后他就 他直接告诉我 哦 他说 那我取笑一下我的那个 我出差 我下周才出差吧 我来你的晚宴 so 你们要知道 你们要从你们每一个客人的角度去想 所以你们也要就是很详细地去了解你每一个客户 you know 他是不是刚刚生了个孩子 想让孩子上幼儿园 特别 you know 就是 you know 想学多一些北京一些幼儿园的事情等等的 那你就告诉他 你要请一个幼儿园老师来 或者你要请一个另外的一个妈妈 他的孩子可能就比他的孩子大两三岁 所以他就整个幼儿园的过程都捋过了 so 你们要有足够的了解你们的客户 ok 新的那个 新的那个潜在客户呢 可能需要通过你们的 比如说你们的一些老板啊 或者一些比较 就像你们牙子的一些可能更有影响力的朋友 或者你靠你们的老客户 吸引一些新的客户过来 所以你也可以跟你的老客户说 诶 欢迎你带一个朋友来 我通常都是这样说 欢迎你带你的朋友来 或者我说一个 因为如果 如果是说带几个呢 就说随便几个吧 就好像你的活动很需要人一样 所以我会说 哦 欢迎你带一个朋友来 那他们会觉得 哇 这一个位置很宝贵 我可以带一个朋友来 刚刚拍照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说 他觉得自己腿粗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摆腿 那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秘密 如果你穿裸色的鞋 这个会显得你的腿更细 裸色的 带一点点根 最优雅的根 是差不多五厘米 高过五厘米 你就走得不太优雅 太平 也有一些优雅的平底鞋 可是最好是差不多五厘米 然后呢 你的包和你的鞋 最好的颜色是搭配 我很喜欢裸色 因为春天夏天都可以穿 基本上 如果你不知道配什么样的颜色的鞋和包好 裸色肯定是 至少不会错 对我 OK 在场的活动招待 你的着张我们刚刚也说了 当天提醒客户 活动区 所以 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自己去设计的活动区 那当然就很好 通常作为主人呢 我会坐在尾 我会坐在头或者尾 我不会坐中简 因为如果我坐中间呢 那 因为通常你做主人呢 你要好像全场 就跟所有人同事说话 如果我坐在这边 然后我要这边说话 这边说话 我的头两边不到暗 可是 如果 我在这边的话 我可以很轻松地 跟所有人一起对话 包含比如说 坐在一个长桌啊什么也是 这个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我会把 比如说化妆品摆放的地方 我不会摆在中间 因为中间又要放赤的 又要看你的桌多大的 可是我是喜欢分开清清楚楚地去 这样的话呢 这边就是社交聊天 然后如果你想带一个客人 到这边说 要不要试一下这个产品 你就把它带到这里来 这样 然后这样的话 就不会打断断 或者影响到社交的氛围 你就把它拉到这里来 然后通常一个人过来 别的人就想过来了 这个是土耳其的第一夫人 去见伊莱莎巴女王 伊莱莎巴女王在盯着 忍不住 看她的什么东西 看她的防水台 你可以看到伊莱莎巴女王 她的手套 她的包 她的鞋都是黑色的 非常得体 刚刚我们说了 这种特别隆重的 蕾丝的或者闪亮的东西 只能夜晚才穿 白天不合适 所以如果你们是举办一些白天的活动 或者参加白天的活动 就不要穿这一些隆重的东西 产品展示区 你看 摆得漂亮亮 你们这个产品区呢 我也建议如果你有个镜子 你可以把镜子放上去 大家很喜欢看镜子 然后这样他们也好试东西 好试产品 其实这种比较高一点的桌也挺好 因为这样人家站着可以 就容易移动 也可以试 通常你们会有一些小讲座吗 你们会 就在你们的活动上 你们可能会有个 比如说十分钟 去介绍这些产品啊等等啊 OK 这些女主人 这些女主人 而且我觉得整个离的这块 最不容易的 可是也是最重要的一块 就是交谈技巧 如何跟人破冰 如何让大家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舒服 如何挖掘你的更多的信息 可是是软的去挖 所以我想现在请三位朋友上台 男士 十四桌的男士 OK 十七桌的这两个女士 可以上来一下 OK 所以我希望有一位 是今天的主人 你要不要做女主人 可以是男主人 可以是男主人 好 然后我们三位女士呢 我们就是嘉宾 我们是客户 OK 所以 这两位 就我是老客户 林贵姓 李 李先生 李主人 OK 贵姓 李卢 刘 李卢刘 好 OK 所以 鲁女士 还有我是老客户 刘女士 是新客户 记住吗 OK 这个是你的家 那里是你摆的 你沉列的产品 我们三人还没到 你的门口在这里 门在这里 门在这里 OK 每个人拿一个 拿一个麦克风 来 你们俩 每人都有一个麦克风 OK OK 然后呢 今天呢 作为男主人呢 你就 我们就一个一个到你的家 OK 然后你就 每个人都欢迎进来 然后呢 我还没说完 然后呢 你要每个人做自我介绍 不不不 就互相介绍 因为我们可能是第一次认识 OK 如果你不知道我们详细的背景没关系 你就随便说 你自己来编 OK 然后呢 就我们到了你 这个是你的客厅 你是如何让我们 嗨起来 在你的客厅 然后买产品 OK 好 我们在门口 我们还没进来 OK 谁先进 陆女士先进 OK 你先按一下门铃才进 他要给你开门 我来开门 我来开门 开门 吴小姐 这么早就到了 是啊 你约我 我肯定要早点来啦 好的 您先坐 您先坐 我们还没进来 你们先聊天 我们都没到 我们在车上 来路上今天天气好吗 天气吗 好热呀 那先喝一杯 先喝一杯水吧 好啊 好啊 谢谢你啊 谢谢 所以听 别动 记得茶杯和茶碟 是老公和老婆 不能分开 好 继续 他们继续 我们不继续 我们在看片 看大片 好吧 我上次给你推荐的那几个产品 你用后感觉怎么样 你给我推荐的是什么呢 我忘记了 化妆品太多了 活肤基底液 活肤基底液 还不错 有能感觉到她给你皮肤带来的改善是吗 嗯 蛮润的 叮咚 我去接下一位 好的 没问题 你好刘莉女士 这边请这边请 我们之前约今天过来聊一聊您的皮肤的小问题 是 我这个皮肤最近是有个问题 长洞了 对对对 那既然天气很热 您先过来坐 喝一杯茶 我没记住 在这边 那我坐在这可以吗 嗯 您坐 怎么坐 主人应该坐哪里 我可以继续 那您坐这边好吗 哈哈哈 坐里面 好的 您喝 我给您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这位 先叫谁 我姓刘 刘女士 这位是卢女士 而这位是刘女士 你好 对 没有剧本吗 没有剧本 好的 就是 今天我和您是过来聊您的皮肤问题 之前在你面前的卢女士跟你皮肤有类似的问题 然后您看她现在皮肤的改善是不是非常的好 对我觉得之后你们可以交流一下 先交流一下心得 卢女士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的心得体会 对 然后我们之后再像当初我给你诊断你的皮肤一样 我们再给她诊断一下 看看她皮肤有什么问题 然后适合什么样的产品好吗 好 OK Cut OK 卢女士 有什么感受 您的感受 我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呀 说什么 她让我给她分享我用产品的感受 是吧 而且一上来就那样 一上来我就觉得 第一我还没有跟她有破冰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跟她分享什么 嗯 嗯 蛤 会很尴尬 很尴尬 可能是担心他们俩找不到聊的 这是第一 第二是想想着就是 给她设计的剧本就是说 跟你聊一聊 嗯 用户体验 然后通过你对用户体验的一种说法 然后能影响到这样一个新的朋友 但是可能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她的前面还需要一些破冰 然后再到这一步 来得太陡了 哈哈 嗯 你的这个自我反思很好 OK 然后刘女士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一进来 你一进来 然后你当时 对 在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在门口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我一进来 当时我的就是笑的眼泪快掉来了 然后我进来我好尴尬呀 她说你那个要解决皮肤问题 刚好有一个人 他就感觉我来就想解决问题来的 然后我很懵我来干嘛来了 她直接就说 那你这个 然后刘女士说了一句 她说 对我 我近期长了很多痘痘 然后李先生是怎么回复了 是 最好呢 最好呢 如果一个客人说她有什么感受 哦 对 对 是皮肤干 是有点皱纹 可是没关系 你看一下我们那个有个特别适合痘痘的产品 然后就会好很多了 嗯 其实你要把这种当成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再来一遍 两位女士过来吧 OK 现在我们知道了更多的信息 OK 我们知道OK 要先破冰啊等等等等 所以卢女士先进去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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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女士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哎呦 你这边布置得很温馨啊 是吗 我希望你会喜欢我这个布置 好的好的 您坐 好 先坐着 你有话要跟我说吗 哈哈 哈哈 有的 你不要紧张 哈哈 买头大汗 听 他们现在的这个站姿坐姿 大家可不可以给一些反馈 请你要坐下来 你坐这儿跟我聊天 我需要坐下 你坐这儿跟我聊天 如果你的客人坐着 不用着急他们在路上 对 就记得 你要让你 你要跟你的客人同步 他们才会觉得很舒服 所以 如果人家坐 你就坐着跟他聊 如果人家站 那你就站着跟他聊 因为如果人家坐 你这样站着 拉近 嗯 OK 继续 我觉得你今天就是 来的时候整个的妆容非常漂亮 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今天的这个珍珠耳钉 是吗 停 鼓掌一下 继续 谢谢 谢谢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特意跟我的衣服进行了搭配 是吗 我觉得非常的好 然后你现在装 妆容这么好 我感觉皮肤质地也很好 是有用我之前给你推荐的 胡肤基底液是吗 对呀 对呀 对我觉得这次的时候 你的皮肤比之前就好很多 叮咚 我再接一下 好 你好刘女士 你好你好 来来来 这边请这边请 今天在路上不堵车吧 还行 今天来的还可以 刚刚好 来请坐 卢女士 这位是刘女士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我还是不太懂 让他们俩怎么快速的 没关系 你就让他们坐 坐坐坐 坐坐坐坐 你坐那边 你们俩换一下 我坐这边 对呀 你坐那边 对 就是我来介绍一下刘女士 她就是之前我们是在路边认识的 马路边吗 是的 然后她当时看见我在给别人讲雅兹的产品 她觉得自己皮肤有些小问题 她主动来找我认识的 对 她觉得我跟别人的讲东西讲得很专业 然后她觉得我自己对皮肤的 对自己皮肤的管理也做得很好 她希望说找一个专业人士去咨询 然后改善一下自己整个的皮肤状况 哎呀你这次就来对了 真的她很不错 你看我的皮肤 自从她给我推荐完了以后 我的皮肤都有很大的改善 嗯我也感觉到了 是皮肤真好 对 就是不着急 但待会呢 我 我 我 关于你的皮肤 我会给你做 做一个 做一个 全方位的诊断 诊断 然后给你看看 需要哪些产品 有哪些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些问题 应该怎么样 这样针对性去处理 那你最近对皮肤 有什么样的小问题吗 你自我感觉 哦 现在最大的感觉就是皮肤 然后比较油 然后长痘痘 然后那个细味比较多 皱围也要出来了 嗯 这是我最大的困惑现在 所以就是 你觉得这样一些东西 有影响到你平时就是化妆 以及装扮 以及你整个美的展现是吗 哎呀困惑太大了 所以说急于找一个比较姿势的老师 帮我改善一下 好的 我觉得你之前对自己皮肤的了解 还是非常到位的 但是有 还有一些不足 然后我们来看看 就是其他一些部位是怎么样的 停 嗯 第二次怎么样 好的 好 好 谢谢三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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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回去 你们的座 非常好 OK 刚刚我们就看到了 就 小李 小李的表现 明显有进步 你们会让人牵到吗 通常 是不是会有一个牵到桌 还是不会 不会是吧 会 OK OK 记得最好就 所以 如果牵到呢 因为 记得 人是其实很喜欢被指导的 所以 你的客人最怕呢 就是 你就把他扔在哪儿 然后不给他任何指导 你也 你作为女主人或者男主人 也不要 担心 OK 多过于地指导人家 所以 人家一进来就 你到了 堵不堵车啊 来来来来 你把 你把衣服挂在这里吧 包放在这里吧 卫生间在那儿 如果你需要用的话 对 你先牵一下到吧 其实很自然 就很自然 就好像一边聊天 一边在指导他 然后他就会 一边进来就OK 那就包放在那儿 然后OK 我知道卫生间在那儿 因为通常大家都想知道卫生间在哪里嘛 所以你就提前告诉他们 然后 然后就 OK 签到 那他就直接自己自动过去 来你签一下到吧 你签完到 你就过来 我就把大家介绍给你认识 这样听上去就很舒服 然后这样听上去的人家也知道 OK 我应该做什么 我要把包放在那儿 OK 我知道我现在要去签到 然后我知道我签到之后呢 我就要过去 因为有时候人家签到 有的人害羞 签到之后看到一堆人 他们就自己在这里玩手机 对吧 所以你跟他说了之后 他就知道OK 签完到自动 OK过去 因为他知道你会给他 把他介绍给别人 那么 通常主人 OK 就 坐这个位置 或者那个位置 通常主人呢 是坐在你能看到最多东西的位置 你能控制到整个环节和流程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坐这里的话 其实不如我坐那里 因为坐这里呢我是背对着门 背对着那个什么就是千道区啊 背经板啊等等等等 可是如果我在这边 通常他们说主人 女主人是面对着厨房 有可能阿姨进来啊等等 这样你就可以 阿姨过来帮帮忙 怎么怎么样 一个眼神就可以跟他沟通一下 这个就是比如说女主人的位置就在这里 然后呢我就可能会坐下 再继续跟这一堆客人聊 然后等到王女士过来 我说 来来来王女士过来 来来您坐那儿吧 就直接告诉他坐那儿 您坐那儿吧 然后呢你要先把王女士介绍给大家 说对啊王女士呢就是我那天在店里 或者马路边上认识的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 对啊 然后你介绍完王女士之后呢 你应该挨一个挨一个挨一个 介绍剩下的人 然后你介绍王女士的时候 也不知道直接说你是怎么认识 也应该多说一些她的东西 比如说她呢她本来是山东人 你也不就是威海人吗 对吧 就你要把这些共同点 就是提前 也许你是活动前 你自己写出来 因为我脑是比较 我很快就会挖到几个点 可是有的朋友可能活动上会紧张 所以你提前你就写出来 OK 她有哪几个共同点可以体现出来的 所以说她是山东人 然后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或者她有自己一个 她现在在做什么什么行业 然后你说 那这个呢 这位是刘女士 她呢就是有 有没有孩子 因为只要她们两个都知道两个是妈妈 她们肯定会说 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 对吧 然后所以这个就已经 因为你希望就是你们做 这种介绍的时候呢 你肯定是 你顾不过来 照顾15个人 所以你需要让这些人照顾自己 怎么让她们照顾自己呢 你作为女主人 你要做足够的介绍 把这些几个点挖出来 然后她们就自己可以做个独立的社交 在那边 然后你就放心了 就不需要管她们 她们已经进入 你的女儿学什么课外活动 哎呀我的儿子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就可以跟这边的客人聊 所以记得每一次有个新的人来 你最好的要照顾 就你的中心应该放在最新最后的人来 因为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 他们已经待了很久了 他们已经OK都互相认识了 他们已经就觉得很舒服了 每一次都是刚刚来的朋友 才会觉得OK有一点就没那么舒服啊 就还是很新啊等等等等 OK So you know 破冰这些 I mean 最好就不要太快地进入产品 因为主题已经是产品嘛 所以你可以先问 你有没有打算出去玩 去哪里玩 夏天会 孩子有什么安排 大家都很喜欢聊他们的孩子 就问这些 这些是比较好去破冰的问题 如何面对尴尬的事情 这种呢 就因为很多朋友会说 哎呀可是他 那次那个 王总说了很多尴尬的事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断他 或者他们一直在聊那件事情 大家都已经在开始玩手机了 其实你作为女主人 或者你作为主人 是你的责任去控制 这整个画面和话题 假如王总在开一些什么黄色的笑话 然后 you know 别人都觉得很尴尬 那我直接会说 哎呀王总 我们女生都脸红啦 我们换一下话题吧 哎 刘女士 你近期打算出去玩吗 可能你会觉得 因为很多学员会说 哎呀可是萨尔 这样会不会太刻意啊 就太刻意太突然了 一点都不突然 只有你才以为是突然 因为这样 你直接把它点了一下 压了一下 马上转了话题 你问了一个另外的人 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right 开放性和关闭性的问题是什么呢 关闭性的问题就是 一句话就可以回答 比如说你几岁 你喜欢巧克力吗 是还是否就可以回答 可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就是需要好几句话来回答的问题 比如说 你为什么喜欢巧克力 它有那个区别吗 如果说你喜欢巧克力吗 那这个是个关闭性的问题 因为是是我喜欢 还是我不喜欢 你为什么喜欢巧克力 这个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所以你要记得 其实你每个客人 像一朵花一样 你需要让它打开 怎么让它打开 多问它一些开放性的一些问题 那么 活动结束的时候 就 活动推销 我觉得你们都应该有很多经验了 那活动结束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 OK 真的五点钟 你真的要走了 你可能就需要把大家踢出去啊 OK 那怎么优雅地让大家走呢 最好呢就是正好你找到 我给你们聊天的过程中 然后就看一下手表 或者说 唉 今天我真开心 那么多朋友 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你们 百忙中过来 你这样说人家就已经知道了 人家也是说 没有 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也差不多走了 OK 你想结束的时候 这种方式就感谢大家 真的谢谢你们今天来 怎么这样 就已经是一个提示 OK 因为很 就是你们卖产品的方式 也是你们是在你们的圈子里去卖的 所以你们需要在你们圈子里有影响力 你们需要在你的圈子里有榜样力 你们就应该成为你们圈子里的榜样 那成为一个榜样 你也需要让大家喜欢你 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也说 我问开放系的问题很重要 你多对一个人感兴趣 你越对一个人感兴趣 越问他多一些问题 他会越觉得 他会觉得 噢 OK Sara问很多问题 他都有感兴趣 他该喜欢我 那如果人家觉得你喜欢他 他们会很自然地喜欢你 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则 OK 然后当然其实现在微信朋友圈 就是市场我觉得 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力量 所以你们每次发一个朋友圈 你们应该想一想 如果你们是想成为你圈子的一个榜样 这个是不是帮你 你现在发的这个朋友圈 是不是在那个大方向里 是不是给你打分 还是给你扣分 然后刚刚我们说了 就可能小组的活动 可是经常你们可能也会有一对一的沟通 不管是开会啊 或者在工作室啊 下午茶 那你们提前有什么准备呢 当然就没有像举办下午茶那么复杂 但是如果在家的话 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 喝茶 几个 我觉得买两块比较好看的蛋糕 拿出来 也挺好的 然后因为可能你一对一见面的时候 是比较针对性 人多就可能更广泛 可是一对一 你可能已经知道 OK 因为这个客人 他可能年龄大一点有皱纹 这个客人呢 他可能过敏 长痘痘等等 所以你就提前 策划好你想带来的哪些产品 然后当然着装我们今天讲过举止优雅 如何找一下对方的一些需求 你也可以问他 你说你最近在忙什么 你最近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问题 直接问他 先问 后说 不管你做什么都好 你先问 让人家讲家家家讲完了 你后说 永远是只会帮到你 然后如果人家说 哎呀我那个什么长痘痘啊怎么样 你要安慰他 哦对 我以前也很多痘痘 可是用了这个产品之后 几周后就已经有效果 这个就 比较实用的几句话吧 就几个例子 假如你们在聊天过程中 聊生活等等 那么你觉得 哎 已经聊了半个小时 他还没有问我一些产品的东西 那如何切入呢 你可以直接说 哎 因为正好你们在一对一对 面谈吗 哎 亲爱的 你 你是不是你的斑深了 然后可能对方说 哎呀对呀我的斑 还是他会说 是吗 我的斑深了吗 绝对深了 我告诉你 跟我上次见到你深很多 我 你是没有抹 你是没有抹防晒啊 然后 我可能是没有定期的去抹防晒 然后你就可以正好推一个你们 一个防晒的产品 哎 如果小组 有陆女士 有刘女士 那你可以对一个 你可以对刘女士说 哎 你有没有发现陆女士的 看上去年轻了 之前她皮肤很干 所以她用了我们的面膜之后 就明显不一样了 然后你说 对吧 陆女士 然后陆女士肯定 肯定会说 对呀 我现在天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就用卸妆 我就用 OK 或者你可以说 对 我用了这个之后 前两天我老公才跟我说 哇 你的皮肤滑了 right 因为当然所有女士都希望她们的老公 她们的爱人 觉得她们越美 right 越年轻 然后 会面后 更进 如果人家没有买 right 如果人家买了 OK 那你就统计一下 她买了哪些产品 因为也许那个产品可能两个月后 就会用完 然后你两个月后就可以问她 诶 你需要再补吗 如果她没有买 你也可以问她 你说 哦 你说你 你是不是 已经就是 you know 找不到 是不是今天找不到你想要的产品呢 这也是个很好的方式 也是个开放性的方式 因为人家也会觉得OK 需要解决嘛 可能说 哦 你今天带来这些产品 其实我已经有了很多 或者我想试一个不同的精华 等等等等 OK 所以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想感谢Cosmo和雅兹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礼仪的这个小板块 然后同时也想感谢大家的热情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小帮助 让你们买更多的雅兹的产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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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